要告诉您最新的消息 华航编号CI167的班机 那么今天中午从日本的关系 要飞往高雄小港机场 没有想到班机一切是漏油 速度异常 那么机长也立刻决定 要转降纳坝机场来查明原因 这一架飞机是737-800的班机 那么机上总共有154名旅客 目前旅客都在机场用餐等待 预计要今天晚间的9点多 才能够返回台湾 我们都会带您随时关心最新的消息